直播宏洞就设在了我的家乡 有着孔孟之乡 运河之都之称的山东锦宁 那同时做客我们直播间的还有三位嘉宾 那接下来我给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好吗 他们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锦宁市政协文化文史学习委员会副主任 大运河 大孔府 鲁国春秋 千古家训 等长篇历史文学作品的作者杨毅堂 欢迎您 朋友们好 大家好 我是杨毅堂 下一位是青年演员 歌手 大运河文化推广官 居敬一 大家好 我是居敬一 欢迎 欢迎 还有一位是这次活动的大运河优品推荐官 大运河工艺大使 知名主播 徐小米 欢迎 哈喽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小米 紫月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所以首先我还是要代表我们几名830万父老乡请 欢迎远道而来的两位贵宾 谢谢 当然还有杨老师 欢迎 这先有礼了 我每次采访远道而来的嘉宾的时候 总有一个保留题目 今天也不例外 第一次来几名吗 来过吗 小米先说 我知道你是山东人 近水楼台 你肯定应该来过 我那是徒生徒长的三冬姑娘 前两年不忙的时候 又来过 像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位置 泥山就有着非常特殊的背景 我们知道是什么吗 它是孔子出生的地方 记住啊 泥山 2018年央视的中秋晚会 是吧 江老师 就在这里举办 静一 你是歌手也是演员 我知道 但是好像从来没有见过 你来过我们几年演出 确实这一次是第一次来到 来到山东几年 然后但是小学的时候 不是小学的时候 就上学的时候 课文里有知道 就是孔孟之乡 运河之都这样 所以首先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就会觉得很神圣 说的好 不简单 其实不光你这个外来人这样想 即便是我这样一个本地人 每次来到屈服这个城市 无论是采访啊 工干 还是这个登上高铁出行 只要踏上这片土地 我总是会有一种油然而生的敬畏 就感觉敬畏这个地方 那么既然今天来到屈服了 那我们得入乡随俗 多了解一下屈服 好吧 好一点 用考题的方式怎样 可以可以可以 没问题 好一套好不好 因为我知道啊 我们屈服推出了一个政策 但凡是能背上论语几句的啊 都可以免门票的 免口门票 好 今天你们先试一试 行 好的 好 考过简单的吧 好的 孔子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什么 抢答 可以吗 人者爱人 客气复理 好 小米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对 这句话很好 很棒 其实孔子的这个核心思想的内容就是 人 理 是吗 是的 专家解读 对 这个人和理啊 就是孔子思想的核心 他为什么 你知道他为什么有从这个地方 从孔子这里 他生发开去人和理吗 他从哪里来啊 孔子的思想他从哪里来啊 就是从这片土地上来 先说人 先说人 人是从哪里来啊 论语上有孔子的人有109次 是他思想当中最重要的一点 因为是孔子的就是他是这个地方过去是东夷文化 我们知道 对 东夷文化 也叫东夷文化 对 而且呢 孔子的祖先 因为子 就是因人 因人呢 他就是这个古老的这个民族呢 他最讲究的就是孝涕 孝敬父母 尊敬兄长 就是这个孝涕 然后孔子呢 就把这个孝涕生发开去 一步一步的往前往前推 推到走孝涕 然后呢 爱人 然后呢 犯爱重 在明包物语 在爱万物 就达到了人的地步 他是这个孔子的人 仁爱 仁者 范次为人 又要爱人 仁者爱人就是范次为老师的时候 老师就说 仁者爱人 这个仁爱 孔子的人爱 和西方的那种大爱是不一样的 也和莫子的那种叫什么爱 博爱也是不一样 他们呢 是什么大爱就是没有差别 是吧 没有差别 我们的人爱呢 孔子的人爱是有差别的爱 先爱父母 再爱亲人 再爱其他的人 社会上的人 再爱万事万物 这是呢 如果不爱父母 一切都等于零 所以说孔子的人爱 是从孝涕 意思以孝涕为本 犯爱重而亲人 集体出来的 对 从孝涕当中生发开去的 孔子当中的另一个礼 也源于这块地方 这个地方呢 是鲁国 是周公长子的 伯秦的分国 他的这个伯秦 原来在这个 在周的时候啊 他是做大祝的 是做祭祀的 所以他对祭祀 对这个礼仪 特别传承的特别好 所以呢 他就把这个礼仪啊 在这个鲁国传承的最好 所以有句话 在那个春秋时期 就特别有名 叫周礼仪 尽在鲁宜 所以礼呢 其他地方都没有了 只有在鲁国传承的最好 所以呢 孔子他既接续了 他的祖先的这种 孝涕 生发成仁爱 同时呢 又把这个周礼 周礼啊 传承到民间 成为我们大众的这种礼仪 这就是仁爱的来历 明白了吧 我们都跟着手叫了 好好受教了 第二个问题 孤家的经典著作都有哪些 知道吗 有诗书里一月 春秋论语 这样 哎呦很棒 很棒 你又做功课了没有 来我们去福德书 你是有做功课 是一个真的好学生啊 诗书里一月一春秋 就是六亿啊 对对 真的是考的全会 蒙的全对啊 开个玩笑啊 不过呢 说到这个屈府啊 这是我们隶属于锦铭 那既然说到屈府 就不能不提到我们锦铭了 锦铭呢 是属于金航大运河的中段啊 我们那儿随处可见的古水道啊 古闸啊 还有这个古桥 将这个城市装扮的是古色古香 历史文化 非常远远啊 非常深厚 杨老师 既然我们说到这儿了 说到运河了 您不妨给我们远方的客人介绍一下 这个大运河和咱们锦铭的关系 好吗 这个大运河和锦铭的关系 叫远远流长 就是大运河有多长 和锦铭的关系就有多长 老老不够 很多人不知道 它是孔子搬兵搬来的一条河 很多人都说 这个大运河就是大运河 研究儒家文化 他就研究孔子 研究运河文化的 他就研究运河 实际上是不能割裂开来的 实际上我是既研究运河文化 研究儒家文化 所以我才知道 原来运河文化的出处 就是孔子的搬来的一条运河 我还都是 真是头会听说 讲讲看 运河文化 有一个叫运河元年 运河元年是哪一年 公元前486年 公元前486年 孔子出生的那一年 公元前551年 就是大运河开招的那一年 孔子65岁 他正在周游列国的途中 来到了魏国 在这里生活下来了 忽然他听说齐国 非常强大的齐国 要攻打他的鲁国 他的祖国 他就很伤心 我的祖国要 这一次可能要灭亡 怎么办 就让他的弟子去救国 他的弟子子共是个大外交家 他说我去 我去搬兵 把最强大的国家 当时是吴国最强大 叫搬兵 搬兵呢 这个吴国呢 他都是水军 他是南方的国家 在苏州那一带 他到这里来没有马兵 来不了 他就开着了第一条 冰河 对 叫寒沟 然后接着呢 往上经过四水 当时四水呢 穿过尾山湖 一直向南 经过四水 到达了莱鲁的爱陵 在那里举行了一场 大型的歼灭战 一下子 鲁国和吴国的联军 消灭了七国十万大兵 一下子就把 改变了春秋的形势 什么形势呢 这个鲁国就保存下来了 鲁存 齐乱 尽强 无弱 而霸欲 一下子这个大运河的作用就来了 他和孔子 和这片土地的关系 就是他到北方来成大七国的 帮助鲁国大七国的 沿着寒沟 沿着四水 一直来的 这是第一个阶段 再讲第二个阶段 和锦宁的关系 就是元朝的时候 开召了金航大运河 我们知道 隋唐大运河 是经过洛阳 元朝大运河 金航大运河 是元朝开召的 元朝开召的 第一段大运河 叫冀州河 冀州就是锦宁 冀州公元1283年 元朝自元20年 忽必烈时代 忽必烈让他的大臣 兵部尚书奥鲁池 先开召了冀州河 就是从锦宁鲁桥 一直到安山 这一段的河 然后接着又开通了 汇通河 通汇河 北运河南运河 一下子整个大运河就开通了 就是大运河 元代的大运河开通 就是从几年开始的 没有这一段 就没有金航大运河 最开始的地方 原来如此 第三个阶段就是明清大运河 明清时代是大运河最繁盛的时代 这一段呢 就是河道总督衙美 治理运河的河道总督二品官衔的衙美 和六部是一样的 这个衙美就设在锦宁 就是治理运河的这个政治机构 官方机构最高衙美就在锦宁 因为锦宁那在运河之中 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军事机构 你得有大兵来保护这条运河 这些军事机构也是在锦宁 其中锦宁就有两个位 天津有天津位一个位 我们锦宁有两位 两位是一万三千士兵 就驻扎在锦宁保卫运河 军事上 在经济上来说 你看锦宁城有那么多的官衙 有七十二雅美 那么很多经济发展了 要那些商人要吃住怎么办 就在锦宁城南 开始了140多条街道 街巷 油楼巷 打油巷 打绳巷 猪肝巷 那么多的冰窖街 那么多的街巷 一下子就呼啦啦成为一个新的商业开发区 锦宁城就发展起来了 这是经济的 经济的 所以呢 还有一个 还有一点呢 就是那个 它是在运河呢 最高点 就是1700多里的 多公里的大运河呢 它不是一个平面的 它又有高山的 最高的地方 运河水要穿过最高的地方 多难 水能穿爬吗 不能 所以呢 它需要从最高的地方饮水 大运河是南北向的 它没有水啊 我们的河 有水的河都是东西向的 长江啊 荒河都是东西向的 这个大运河是南北向的 它没有水 怎么来啊 怎么运 朝运啊 怎么拉着船跑啊 就是从泰山上那个大河 大运河 引过来河 接到这个运河里 然后南北分流 夏天呢 水很旺 冬天没水 那个大河里也没水了 怎么办 就是呢 又修了五个湖 北五湖 就是呢 夏天里把水啊 存到湖里面 冬天呢 再把水 从湖里面 通过砸口 再调到运河里来 这样子 大运河 常年有水 还修了很多的砸 私里就修一个砸 你要不水跑了 怎么办 所以呢 这是一个庞大的 科技的 水力工程 是世界15世纪 世界水力的巅峰 你看 从政治的 军事的 经济的 科技的 这几个方面 都是啊 运河的重要性 还有呢 从他的源头 孔子时代 大运河 元朝开招 金航大运河的 那个第一个阶段 所以说 锦宁有一个称号 叫运河之都 你们说 是不是这个 坎当持人 是不是这个运河之都 名副其时 名副其时 对 名副其时 可以啊 是的 那太好了 正是有了这个大运河 咱们几名从这个隋唐时期 那就已经是商古云集的水运码头了 对了 然而然呢 也汇聚了天南地北的各色的美食 那么尤其是近现代啊 我们几名人凭借着自己的勤劳和智慧 把这个美食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刚才二位表现得特别好 我觉得应该犒劳一下他们的小嘴巴对不对 看到了吧 看到了 他们有很多高点 我们几名当地极为有代表性的 对 美食 美食 名吃 名吃 高点 认识哪几个 这个叫雪花酥 雪花酥 雪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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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鱼花 谁填的标签 想考考他们进来你填上标签 这个是 活手酥 就像手 就像手一样 这个是 开花酥 对 开花的 就像开的一段 这个呢 这个是什么 这个稍微是黑的 那是蒜吗 对 没错 世界大蒜 看中国 中国大蒜 看金香 我们金香这个大蒜的价格 能够影响全球的波动 这绝对不是吹牛的 它因为现在中了70万亩大蒜 就是这个全球的大蒜的40% 都是来自金香 所以它能够控制全球的大蒜的价格 对 这个大蒜是一种黑蒜 是一种长期的用发酵来做的大蒜 它保存了营养 而且口味很好 它不再特别辣了 就是软 勉 像糯米一样的 你说你的我们吃我们的 对 我用这个介绍 这样已经安耐不住了 我就负责说 就负责吃 好 您说说这个 这应该是孔芙的糕点吧 对 这就是孔芙的糕点 你看做得非常尽善尽美 你看菊花树 从颜色上到花的真的像 拿了 我吃这个 对 真像盛开的一朵菊花一样 它就是孔芙做的孔芙的点心 孔芙的糕点 最初就是这个 好漂亮 舍不得入口了 不知道从哪开始咬起 对 一半一半扯它的花瓣 对 扯着吃 扯着吃不是咬 也可以 我刚试了一下扯着比较方便 是吧 好吧 给捶它的花瓣 个人的 不怕你笑话 我是第一次吃 第一次尝 对 这怪我们的屈服的熟悉的朋友们 对 对 它是孔芙做的典型 因为孔芙 孔芙不能有自己的生产起义 那个时候贵族之家不养猪羊 就是大贵族 你不能做买卖 它这种糕点 它就是在街上万成功的买卖 它就买了以后送给慈吉太后 慈吉太后就是六十大寿的时候 颜真公孔令 已经送给慈吉太后 慈吉太后表扬了 说这个孔家的小点心还真好 表扬了以后回来就很高兴 颜真公得到了慈吉太后的表扬 那是最高的上级 回来以后特别高兴 就回来给他写了个万成功 很成功 万成功 万成功是这个意思 对很成功的 到现在就是说你看它的制作特别的尽善尽美 就是说不断的开发它的在保持原来口味 风湿花样的基础上开发的新产品 还有你看那一个东西可能花生米 花生米是不是 叫卤的吗 酱花生 酱的 玉糖酱园的是吧 对 这个也是三百多年老字号的玉糖酱园的花生米 这是这个锦宁的慈吉太后 她也是这个锦宁的 就是当年清朝的兵部上述 孙奖她开的一个酱园子 她开的这个酱园子开的很好 她是慈吉太后的人 就后党的人 她就把她家里的小菜送给慈吉太后 慈吉太后就写了八个字 精神慈名 慰压江南 所以这个就传下来了 但是很多大臣 我继续讲故事 很多大臣就告她 你是兵部大臣 你家里这么做买卖 你这么开酱园子 她说我是一个资钱的买卖 就是一个铜钱的买卖 我这个是方便人民的 方便老百姓的 怎么讲 如果拿一个铜钱 一个资钱 到一个小孩 三岁小孩拿铜钱 到我店里买酱菜 我给他一块豆腐乳 再给他递上三滴墨油 三滴香油 那不赔了 她不管这 她就说我家就是陪着买卖干的 这就不叫买卖是吧 对 所以说慈吉太后 很多大臣就不相信 就来实地调查 一看他真的是这样口口相传 都赞扬这个这个菜 酱菜园子 所以这就是一直传到今天 这就是锦宁的这个 在这里吃的这个 这个几种小点心的这种历史文化 当然这只是我们锦宁美食当中的一小部分 没上桌的还有很多 了解多少 小米了解吗 你竟然来过 小米对啊 你还是我们叫比铃而聚 是的 我这个人比较喜欢吃 我之前来的时候 有吃过咱们锦宁的这个 崩肉的干饭 太晚了 我们锦宁的 还有微珊瑚的鱼 我特别喜欢吃 还有孔芙的菜 还有刚才吃的这个糕点 非常好吃 很香 那行啊 你用口福啊 那杨王说 请问一下 那就像刚刚小米说的 孔芙菜是孔芙这样流传下来的吗 是 绝对是孔芙流传下来了 但是呢 它有这个历史啊 比这个孔芙还要早 孔芙是明朝才建的府地 这个孔芙菜呢 它的历史呢 应该从孔子那个时候开始 讲故事也应该从那里讲 为啥 他这个孔子呢 关于这个饮食啊 他有自己的就是名言 现在厨师都讲那个名言 叫十不厌精 快不厌戏 是吧 还说这个几个不吃 论语上就有 什么几个不吃呢 他说啊 这个食衣而哀 鱼内而肉败不吃 就是鱼内 鱼坏了 肉坏了 不能吃 就是说色物不能吃 颜色 颜色不好 颜色变了也不能吃 绣物也不能吃 纹味 绣就是那个臭臭字啊 就是纹的 问变了 哎呦也不能吃 还说失认不吃 就是不到火候 采没炒熟 就是那个像 特别是像那个豆角 生豆角 不炒熟 立刻就中毒 是吧 失认不食 不食不食 不到时候 就是冬天的菜 你夏天别吃 夏天的菜 冬天别吃 不食不食 割不正不食 你这时候啊 你割的 顺着这个 它的纹理割 它就好好味 你割的不正 它就不好味 是的 要方方正正的 还说不得其 酱不食 不蘸酱 他爱吃酱 不蘸酱不食 还说肉虽多 肉和菜虽然多 但是呢 不可以食食气 不可以超过饭 不可以肉多 天天大鱼大肉 不能超过米饭 一定要这样 还说 为酒无量不计乱 你们两个爱喝酒吗 小姑娘不爱喝 就是爱喝酒呢 也一定可以喝 孔子酒量很大 但是呢 你可别喝醉酒 可不能喝乱酒 为酒无量 小酌宜情 大饮上身 大饮上身 对 还说呢 这个 他还说 孤酒是福不食 在街上买的酒和肉 不要吃 为啥 不卫生 对啊 不卫生啊 孔子那个时候 就是街上买的酒肉 那时候就讲究食品安全 食品安全 不测姜不多食 如果这个太很爱吃姜 吃饭了比蘸姜 不测姜不食 还说 季肉不出三日 出三日 不食之意 如果季肉 就是季食祖宗的那个那时候 别超过三天 超过三天就不能吃了 你看多好 是的 就是保质期 对 是吧 他有个保质期的概念 孔子那个时候 所以特别注意这种饮食养生 难怪这孔子在那个时期能活到 七十多岁 七十多岁 七十三岁 那个时候人平均就 也就是三十多岁 四十多岁 他能够就活七十三岁 叫啥 人生七十啊 古来兮 就那个时候能活七十岁 就已经很少很少了 古代一直以来都很少 所以他能做七十三岁 给他注重这种饮食和养生有关系 所以这种养生传到现在 对我们来说也是至宝啊 是的 还有一点 珍贵的宝贵财富 就是孔府 孔府菜吗 他一定和孔府有关系 在明朝建立了给孔府呢 设了叫一品 一品公爵 给他了祭田 就是你那个负责祭孔 祭祀祖宗 你祭孔代表国家祭祀的 那么不能去白叫你祭啊 皇帝来了祭祀 还有那个大臣祭祀 都得到在这里吃啊 还祭祀的东西 得给你祭田 给他多少祭田呢 五个省 三十个县 一百万亩土地 这一百万亩是大亩 一亩相当于三亩 你想孔家这么多土地 又有这么多高官皇帝来这里祭孔 祭完孔他得吃饭 他的接待啊 既有钱又有土地 还有任务 接待的任务 接待的任务 接待不好还不行 皇帝来了 你说这个是每次好 这个麻烦大了 对对对 所以孔家的菜啊 从那个时候一代一代就流传下来了 就是官府菜的代表 比如说他的菜啊 很多菜就很好 就是很有文化 起的名字很有文化 有一种菜叫做神仙鸭子 神仙鸭子 为什么叫神仙鸭子 神仙鸭子呢 就是呢 上香给神仙上供的时候 必须点香 是吧 要不那个这个神仙这个不知道你在上供 对 祭祀 所以祭祀的时候要点香 所以呢 做鸭子的时候 那一株香慢慢的慢慢的点了的时候 就是火候到了的时候 鸭子就能吃了 神仙鸭子 还有呢 叫带子上朝 什么叫带子上朝啊 就是衍生公的母亲带着这个小衍生公 去到朝廷那里去跪拜朝廷 去拜见皇帝带子上朝 你看都是很有文化的 是的 还有一个很好的 最有特点的空腹的代表的那个菜 叫做师礼吟姓 师就是不学师无以言 不学理无以立 就是学师学理的师礼 师礼吟姓 他为什么吟姓啊 他原来的名字 知道吟姓也叫什么名字吗 吟姓 吟姓现在是我们国词吧 对 白果 知道吧 吟姓叫白果 就是蜜枝白果 用蜜枝炒的这个白果 但是到了孔家这个上菜的时候 他不叫不能叫那个蜜枝白果 那就太笨了 孔家叫师礼吟姓 师礼吟姓 看来这个没文化 还不知道怎么吃的 上来这什么菜 上来菜 因为呢 孔家呢 在孔庙东路呢 有一个师礼塘 有两棵很大很大的银杏树 收很多很多的银杏 这个师礼塘的银杏 做的 师礼银杏 所以都每道菜 就平起来 这个口味很好 同时呢 一听呢 这个名称又很好 而且呢 孔庞菜还有个特点 他上菜呢 要按照礼仪来上 你不能这个随便上 传菜 传菜了 这么一喊 这个一传菜 里面的人都知道了 哦 菜要来了 是的 还有呢 每道大菜 重要的菜 要跟两道三道 三个行菜 小菜 小菜 一个大菜配几个小菜 一个大菜配几个小菜 就像音乐一样 一个乐场 又一个乐场 就一个乐场 吃饭之前 要上四干果 四鲜果 要这个 吃饭之后 要上那个下饭菜 就是说 哎 该吃饭了 要舒畅一下 别上那个大街 大雨大肉 吃别去了 要吃点青菜 来下面 这样呢 一种菜呢 就是一场 非常丰盛的 叫精神盛宴 哎呀 你说到这儿 我忽然想到 马汉全席了 口水来 我帮你接着 你说马汉全席 还真的是 孔府呢 真的有那个 四百多道银 银制餐具 银制的 银制的 四百多个 你比如说 上鸭子的那个餐具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银 鸭子 银鸭子的形状 上鱼的餐具呢 就是一条大的银盘 里面这个 就鱼在中间的 那个鱼的形状 这个大盘子 四百多道菜 避风避洁 就是 别人这些做不起啊 你想 他要没有这么大的 这个几百万亩土地 他皇帝要来 他要 给皇帝做好菜 他也做不起 你谁家 咱家做个四百多道菜吧 是的 我可以说 四道菜就 这四百道菜吃下来 没文化 也变成有文化 是的 光报菜名就学了不少 对 它的菜名 确实是 所以每个菜都有一个故事 对 每一个菜都有一个故事 是的 如果讲空腹菜 我可以 今天 我们可以三天三夜 三天三夜 不再提 对对对 你们就直接住在 住在这里 别走了 我们继续讲 接着 上回说下书 值得一提的是 这个空腹菜的 这个烹饪技艺 现在已经是 非移文化 是吧 非移文化 是的 这已经是 这个国家级 非移文化遗产 就是不仅是 在这里能够吃到 而且很多 也开到北京空腹 那个地方 都可以品尝到空腹 说到这个非移文化 我印象当中 咱几宁得有 国家级的实气象 对 几宁的说非移文化 非移文化 也就民俗文化 它几宁的非常多 因为它就在 大运河边上 所以说有的 大运河南北交融 吃的 住的 因为大运河 这些大码头 码头上的人 见多识广 吃的 吃的 玩的 多 多的多 所以呢 这个 这个 叫什么呢 叫这个民俗 也就 也就多 各种各样的民俗 各种各样 其中呢 这个有 小米有没有听说过 梦母三千的故事 有听说过 之前上学的时候 上学的生 有学到过 谁来讲 也梦母三千 这个我讲 抢答 抢答 是的 他当时抢答一个 是的 孟母的话 当时为了孟子的 这个学习环境 改善学习环境 搬家三次 对 对 孟母三千 先从哪里搬到哪里呢 好像是从一个祭拜的地方 当时孟子就学人家祭拜 对 后来孟母觉得那不行 对 那去上了一个 应该是一个集市的地方 对 到了集市的地方 他又去学 去做生意 叫卖 对对对 后来这个孟母又觉得那里好好学习 因为咱们也是孔子的故乡 所以搬到了学校的附近 应该是吧 学工的附近 所以学到很多就是人意理智性这方面的一些东西 也是这个样子 对啊 讲得非常棒 就是成为那个大的文化人 就是他母亲对他的教育啊 很重要 你知道这个孔子的母亲也有搬签过 你知道吧 没了解 其实呢 孟母三千 孔母有一千 孔母呢 她为什么要签呢 孔母呢 叫严征寨 她的父亲呢 孔子的父亲叫苏良赫 苏良赫和严征寨是老夫少妻 孔子六十 孔子的父亲 连苏良赫六十八岁的时候 才找到了这个严征寨这个小妾 之前呢 孔子的父亲已经有了大婆啊 这个正妻 生育了九个女儿都长大了 但是没有人记事啊 没有儿子 没有儿子记事不行啊 又找了个小妾 这个小妾没有名 历史上没有记载她的名字 生了一个男孩 结果呢 是一条瘸腿 叫孟皮 孟是老大 皮是瘸腿 孟皮的名字就这么来的 然后还不行啊 瘸腿怎么能记事呢 当家里的传承人呢 所以就找了这个严征寨 严征寨当时十六岁 那么他结婚以后啊 在泥山 祈祷役泥山生下了孔子 那么等到这个孔子三岁的时候 老头七十一了 老头去世了 去世的太早 这个时候家里情况就变了 当家人去世了 那么大婆就当家 她有九个女儿 她就欺负这两个小妻儿 就是孟皮的妈妈 孟皮的妈妈被欺负死了 孟皮就成孤儿了 这样孔子的母亲严征寨也被欺负啊 那怎么办 她就待不住了 就搬家了 搬家 她搬家的时候带走了谁啊 带走谁啊 不知道 带走她亲儿子 还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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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讲的太深邃了 人都不敢接招了 我听得好入迷啊 她还带走了孟皮 那个没有妈妈的孩子 孟皮 她如果你想想 她那个大婆儿这个私事 她根本容不下这两个小妻儿的孩子 所以呢 这个孟母 她母亲呢 就带着这两个孩子搬到了屈府城里 在那生活啊 叫着孟 在那里 陈珠豆舍里 入太庙美食味 她学成了成才 这就是孔母一千的故事 孔母一千 你看这个足以证明这个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对啊 如果没有孟母啊 和这个孔母啊 对啊 还有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孔子孔孟子 这些著名的自相家 孔子的父亲也死得早 孟子的父亲也死得早 都是的 跟母亲有关系 把她拉扯大 然后她抚养教育成人 说得很对 是的 是的 除此之外呢 还有梁柱传说 还有这个鲁办传说 是吧 对啊 这几名的这个民间传说啊 还非户子 文化遗产特别多 你比如说梁柱传说 就是梁三波 祝英台很多地方有梁柱传说 但是呢 我们呢 它就是梁柱的故乡 在那个 威山 它就九曲村 祝英台的老家 就这个村就 现在 现在还有呢 还有那个 马秀才的家 这个还有这个村庄 这两个村庄呢 到现在 还是什么 不能做亲 就是为什么不能做亲 马秀才把人家那 梁柱给拆散了 所以是 记仇了 记仇 记到现在 到现在都不互相 都不能 都不能 互相结婚 还有这一说 在这个地方呢 这个 这个民俗文化 远远流长 就是这个地方产生的 原来是这样 还有这个 就是这个 叫鲁班的传说 这个也很神奇 大家知道鲁班吗 是鲁班 鲁班是不是一个 工匠 工匠 对 木匠的祖师爷 木匠的祖师爷 发明了巨啊 袍子啊 磨斗啊 还有那个 打的伞啊 它是个 为什么它叫鲁班啊 它就是 以国家命名 它就是国姓 人家呢 是鲁国国君的儿子 很多人都是 我们课表上就说 工匠的自家 它是工匠 它不是工匠自家 它是鲁国国君的儿子 鲁木工的第二个儿子 而且呢 就在鲁国家谱 祭祀家谱 就写在那 公书子 鲁木工赤子也 就是啊 所以呢 这个地方的历史文化 还有这个民俗文化 特别多 对 你看我们锦宁之所以 能够传承那么多的 优秀传统文化 除了我们是孔孟之乡之外 大运河也是离不开的 你想大运河流经了 我们这儿 不仅带来了便利的水利交通 同时呢 你想想天南地北 各色的文化 都在这里碰撞交流 是的 对 就是这个戏曲 就很 就锦宁有地方 独特的这种戏曲文化 比如说有一种叫柳琴 柳琴知道吧 知道柳琴像琵琶那样的 对 就土琵琶 你知道那个歌 铁道鱼就对 那个怎么 唱起来的 土琵琶 是吧 是吧 小波唱的 那个土琵琶 他就是 他就是柳琴 这种柳琴呢 我们老百姓 不叫柳琴 叫拉魂腔 特别拉 拉魂腔 就是说这个拉魂腔一来 踩倒了袖鞋 拉魂腔一走 叫什么 睡倒了十九 就是很多很多的这个民俗文化 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是的 真的好像有很多我都没听过 真的越听越想听 对 一整个有被吸引到注意力 是的 那老师我们平时说的 君子有采取自由道 是不是也跟孔孟的文化有关 当然了 君子呢并不反对发财 但是呢 一定要按照道义来发财 要义先义后义 讲义不要紧 孔子也讲义 但是呢 先讲义先义后义 这就是孔子思想 这就是你说的君子 有才 取之有道 对对对 就是你说的很好 现在要马上就要在这里 已经成为 慢慢的成为 这个儒家文化的一个传承 是的 我希望你唱歌的时候 多唱这种儒家文化的歌 讲孔子曰 用Rub的方式 真的 学到了很多东西 讲知识了 对对 那我们那个 梁山108将 是不是也是锦宁这样 没有可能 也是在锦宁 正所谓东文西武 这西武在我们锦宁啊 就是指的水浒文化 水浒文化 梁山的水浒文化 对吧 正好是 我是梁山林 从小在梁山长大 更有发言权了 发言权了 更有发言权 它是那英雄的故乡 水浒文化的发源地 是的 这种是水浒文化 和儒家文化 是相辅相成 相得益仗的 东文西武 真不愧是这个文化古城 这个底蕴太深了 我这会儿都听入迷了 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记忆最深的是什么 吃的感受最深 太多好吃的了 是的 比较吸引我 对 梁山有很多美食 像黄河大鲤鱼 四个鼻孔的黄河大鲤鱼 肉又非常鲜 虽然在黄河里 它是非常鲜的黄河大鲤鱼 还有大鲤肉 还有各种各样的 梁山的美酒 这都非常好 上色机可以邀请你们去梁山 对 喝酒 大碗喝口吃肉 大口吃肉 梁山文化当中 不仅是吃的东西 还有什么东西 无家 梁山无数 梁山功夫 对 梁山好汉 有多少全 有很多很多的梁山泉 梁山它是叫什么呢 四大五术发源地 四大俄梅五大少林梁山 就是四大五术发源地 现在还有很多的泉种 在梁山大地上流传 像子五梅功夫 就是子石 就是子叶 五正五 早晨和半夜练的 半夜练的 也是呢 就是这个叫这个 身体呢 叫身体 叫这个子 这个练的武术呢 叫五 用后天的武术 来补养身体的 这个子五梅 还有呢 叫燕青拳 燕青拳呢 就是燕青 浪子燕青 跑到那种拳 他在雪地上跑了以后 他不留痕迹 叫弥宗拳 弥宗拳发展到后来呢 叫霍家拳 霍原甲 这个霍原甲 霍原甲 都知道吧 知道 天津静海那一派霍家 一直到穿着霍原甲 还有二郎拳 二郎拳 二郎 五二郎是谁呀 五松 五松队 题目太简单 对 就是五二郎的二郎拳 还有那佛汉拳 还有非常非常多的拳种 很多人就是叫什么 喝了凉三水 都会啊 伸一伸胳膊 踢踢腿 都会一直到民间 都会都会 村庄里的小孩 我小时候 先上学之前 先练拳 先拉架子 叫五十架子 先把架子练好了 身体打好 看看我们没有吹牛吧 我们的确是人节地灵的好地方 对 你像儒家文化 水浒文化 儒商文化 还运河文化 都在这里交汇 然后碰撞 那直播间的这个观众朋友 还等什么 来到我们这个口蒙之乡 运河之都 锦宁 来感受这座城市的魅力吧 锦宁 欢迎您 差点忘了 我们锦宁还有一个当地的民俗呢 对 就是贵客临门 除了要盛情款待之外 还要有鸭腰的礼品消息 这么好 说得够俗吧 对 我们就叫鸭腰 要留个念想 尝尝酒酒 你想知道 二位想知道 我们给你们准备了什么礼物吗 是不是吃呢 是不是吃了 好想吃的 上礼物 杨老师 我们当地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师 给两位呢 做了这个精美的 按照你们的这个美貌 做了这个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 先介绍这个张正大师 你也是个大师 我看背影 我看背影 你刚才竟然没有看到他吗 这是谁啊 这位是谁啊 这位最好看 这是谁啊 好精涩 好厉害 小米 这是什么角色 这个是不是 哪个扮相 我来之前了解了一下 应该是你扮演的 那个嘉南传里面的一个郡主 叫江宝宁 对 像不像你 很精致 而且这些小链子都已经做到了 小金链子啊 多么精致啊 最好看 这个是用面雕的 用面素 用面作为这个主要原料 然后通过这个手工的加工 加上颜料的这个配色 出来的这么一个艺术造型 真的好细节啊 我印象当中面素 原来都是什么孙悟空啊 就发现 对啊 没想到那么多年 你看发展的越来越精致 越来越惊喜 原来的面素呢 它好干裂 因为它是做做做馒头啊 做那种面 那个糕点 对花糕啊 做那种东西做的 哎都过一段时间发裂啊 这个呢有新技术 它就融络 这个技术 它就不再发裂 永远的就这么漂亮 很精致 很精致 非常精致 对对对 对还有呢 还有小米的 小米的 小米的 还有板子嘛 不能耗此作也啊 也是同一位大师呢 这个大师呢 不仅做面素 而且还做这种碱子 你看这个做的碱子 像不像你啊 突然有新年的氛围了 你会收礼物啊 像我的侧脸 对对对 像像像 这种剪子啊 像不像啊小米 像像像我的侧脸 这个也会剪得很精细 你看这个睫毛就能看得到 看看给这些直播间的观众朋友看一下 太精细了 睫毛都能看到 对 还有礼物呢 我们的篆客家 几宁的去补的篆客家 在这里做的篆客 这位是许小米 谢谢老师 你许小米的 谢谢 谢谢 感谢 太好了 还有呢 这位呢 你看 也有你的 好事从上 每个人都有 对 我们来到呢 看看 你看 给你贴的 拘敬一夜 你的字是可愁了 你的话太多 话太多 他竟然不容易 他把我们转客师傅累坏了 累坏了 你看小米的多好 是的 你的话 我的姐呢 这是空腹硬格做的 这个给你们课的 喜欢吗 喜欢 展示一下 以后呢 就是什么 这个就盖章就行了 就盖章算 看到他们就想到了 几年 寄付了 欺负 对 签名 在这个 菊小姐 还有这个你 签名的时候 直接就购账了 哦 对 直接购账 不用签账了 很方便 好 谢谢 说好 说好 太像了 真的 像吧 很喜欢 哦 那个 很好 我得把你的喜欢转告给这位 非常非常 谢谢 谢谢这位老师 太像了 很神奇 那个前两天的时候 我在来之前了解了一下 这个居景一老师 在你的那个新剧当中 扮演了那个 嘉南传 扮演了 江宝宁 江宝宁 我来的时候看到有一个片段是 你跟那个男主角 你把它刻了一下 然后中间那个 那个连接线断了 是不是一个球球 对 一个球 哦 我知道那个 那个比较后面了 那个是我的防身武器吧 嗯 这样 那你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们在剧场有没有好玩 的故事好不好 剧场好玩 其实 因为我饰演的那个角色 他本身也是一种很爱好 器械 嗯 就他平时就是 我的开场就在剧木头 就是在做一些小的玩具 就觉得 拍的时候就会觉得 原来古代的人 其实也蛮有智慧的 就是这个想法 想做一些小东西 嗯 嗯 那你平时 就是 不拍戏的时候 你会干什么 喜欢干什么呢 瘦身的吗 嗯 睡觉 哈哈 跟我一样 我也是不是睡觉 太忙了 对啊 有点时间就赶紧睡觉 对对对 有时候晚上也拍戏 累积累积 累积累积 你像 真的是啊 那个我来的时候 也了解了很多很多 你演过的这个影视节目 嗯 想不想知道了解了多少 看我记性的 说一说 听听 有一个是刚才咱说的那个 嘉南传 嗯 新白娘子传奇 嗯 还有芸汐 传 传 嗯 嗯 还有如意 方飞 方飞 嗯 还有漂亮 树生 嗯 我看了 嗯 还是很多 扮相特别好看 还是很多了 知道 嗯 那你的当妻好忙啊 啊 哈哈哈哈哈哈 嗯 感受最深的是哪个角色呢 小米 感受 如数家珍啊 那得说说感受啊 我 我 可能她觉得还是我们的江宝宁吧 对 我刚才看到这个就比较好看 因为确实平时也比较忙 嗯 然后来之前了解了一下这个 这个这个 这部新剧 我们小江 我感觉是一个非常感爱感恨的人 有点像我们这个山东女孩子的这个个性 哎 是本色出演吗 嗯 嗯 有些地方可能比我跟我比较相似 比如 呃 比如 哪方面的性格 就是他 就是我还挺双子座的 就是我有比较安静的时候 有比较活泼的时候 很活泼的时候就跟那个角色有一点的重合 哦 那个角色就是是一个很勇往直前的人 嗯 就是我觉得我需要向他学习 感拼的人 哦 就是拍完了之后你就变成他了 呃 我努力吧 我努力变成他 那最近有没有新作本事 呃 新作的话应该是会有一部作品叫做花容 应该会比较先上 哦 嗯 什么样的故事情节 他是一个 可以剧透吗 应该 嗯 可以吧 他是一个仙侠 仙侠 然后就是升级打怪嘛 哦 嗯 就这样 也可以跟游戏有关系啊 嗯 也不是跟游戏有关系 就是嗯 嗯 历练在人间历练 这样升级打怪这样 嗯 哦 敬意是我们这一次这个公益直播活动的文化推广官 对不起 你说现在这个名词多推广官 是的 是的 然后那个小米呢是公益大使又兼职这个优品推荐官 对 优推荐官 啊 二位呢一直是热心公益 那我特别想知道 二位在做公益的时候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心得体会又是什么 感受最深 我觉得像公益大家不用把它想得很大 嗯 我觉得其实生活中很小的事情就可以做到 比如说我们看过一些书籍嗯 也可以捐给像嗯 捐给一些需要的人嗯 然后再有就是像我们现在我们坐在这里不是在直播吗嗯 嗯 就可以呼吁直播啊 嗯 就是镜头外的大家能够多多的关注到一些青少年嗯 嗯对 对 关注到我们大运河 对 因为大运河的话也是我们非常宝贵的这个传统文化 还有这个遗产我觉得特别是支持青少年的教育工作 也是我们要努力的这样一个点嗯嗯嗯 然后包括包括我们今天晚上到七点半的话我们会直播啊 我们这场直播全部的收益我们都会捐助给公益就这场运河嗯 专项基金当中来啊然后也是用作了青少年的这个事业当中吧嗯 那要为二位的爱心点赞啊谢谢 金姨那你参加我们这次千年大运河文脉中华的这样一个公益直播活动嗯 又有什么感受呢又怎么看待我们这场活动嗯 感觉怎么说呢大运河其实是一种流动的文化嘛 然后它里面包含一些表演艺术啊或者技艺啊民俗啊之类的 然后所以我就希望在这里呼吁一下大家吧 就是希望能够多多关注到这样的优秀的传统文化当中来 然后也能将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能够传承下去 嗯嗯嗯说的好 是的马上也到年底了嗯 那个居老师给咱这个面对镜头 对面对镜头跟咱们这些观众朋友们要不来个新年祝福 对一定要戴上锦宁屈服 哈哈哈对吧你来到我们这儿了一定要跟我们锦宁的观众 哦对居服的观众打个招呼 啊好居服的观众朋友们 然后呢就是怎么说呢 嗯这次来首先有感受到这里的一个文化底蕴吧 就是很强烈 然后自己有空的话也会去逛一逛 也希望疫情结束之后呢大家也能够多来这里看一看 这样嗯然后就是要快过年了嘛 嗯然后就希望大家不管工作多忙都能够早一点回到家跟家里人团聚 然后过一个开心大年 嗯嗯说的好 那圣山出圣人圣事会圣景啊 那么今天我们聊得非常开心不知不觉已经哎呀我们所处的这个位置啊 迷山呃更读书院书院啊迷山书院啊已经华登初上了 嗯那带着故事和感激我们也要跟大家说声再见 不过直播间的朋友千万不要着急 接下来还有内容啊 是的 就是徐小米交搭配 哎小米跟直播间的朋友们打个招呼好吗 嗯感谢感谢主持人感谢杨老师 还有追见你老师哈 然后今天晚上的话等一会儿我们会在 呃之间关系啊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吧 也期待跟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在千年大运河文脉送中华公益直播活动的下一站 我们再相会 好我们再见 再见再见 再见 一会直播间见 一会直播间见 是的